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 Course》《纪色年验》 《文化年的事实》 《文化的事实》 《苏 Course》《文化的事实》 《文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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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有一天 朋友打电话告诉我 另外一个老朋友走了 电话放下以后 因为想到从前 我跟他在一起拍戏 我跟他在一起出外景 我跟他在一起吃饭 或者住在同一个饭店 等等点点滴滴 让我的心情上 就开始越来越沉 就不是太舒服 我就在想 当我自己往这下子想的时候 我想想 如果这老朋友 曾经跟我在一起 有过这么美好的经验 他生病治不好 现在的医疗 没办法解决他问题 他走了 那对他来讲 也未必是坏事 说着说着 我就把电视打开了 就放在这个好消息频道 我们自己再看看 一些年轻人 在唱赞美诗 听着听着 从诗歌里头 自己那个沉下去的心 提起来 想到的两件事 第一个 老朋友生前 我没有尽力的 把福音传给他 这是我对他的亏欠 第二 因为诗歌 让我了解到 我自己在耶稣基督里 我自己在耶稣基督里 上帝帮助我们 而我们自己不愿意 那也是枉然 所以 我在想 借着这节目 让我重新看到了 我的责任 广传福音 让上帝知道 他爱你